国宝档案是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推出的一档极权威性、故事性、观赏性的日播栏目 而今日国宝档案最新一期玄武门介绍当中其中一张配图引起了很多网友争议 那么接下来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国宝档案谈似同配图是什么样吧 国宝档案是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推出的一档极权威性、故事性、 观赏性的日播栏目 节目每期节目将介绍一个具体的国宝文物 这些凝聚着中华民族智慧和传统文化的历代传世国宝文物 既有受到政府保护收藏在祖国大陆各个博物馆中的 也有收藏于民间被国人精心呵护的 既有因历史原因东渡海峡存于宝岛台湾的 也有历尽磨难流失海外漂泊他乡的文物 在本期国宝档案中讲述的是宣武门风讯 在明清时期的北京城 有一个城门非常特殊 它被人们称为死门 这个城门就是位于北京南城墙西侧的宣武门 作为清朝著名的刑场 震慑着许多人 其中就有一段关于谭四同的介绍 但是在看到配图的时候 很多网友都误认为其是两起抄 而看到这个消息之后 小编也特意去看了一下 然后看完之后小编也凌乱了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上面这组图还是很直观的可以看出 这里的配图就是谭四同的 但是下面这组看完小编就混乱了 看完之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分清 但是小编已经彻底混乱了 这个究竟是杨启超还是谭四同小编 已经分不清了